现年仅有五岁的Brandon是一名脊髓性肌肉萎缩症患者 五岁的孩子正是天真活泼的年龄 不过因脊髓的前脚运动神经元渐进性退化 造成Brandon的肌肉逐渐软弱无力 无法自行站立和走路 在得知只有六个月大的孩子 患上尚无具体治疗方式的罕见疾病后 Brandon的父母顿时不知所措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们曾经感到无奈 无法面对 所以它映像是很突然 你必须接受这些结果 那么你感觉到这些 当他们告诉我们是完全震撼 它感觉到世界已经崩溃了 你真的不知道什么要做 当我们走出的第一次病毒 它并不是很希望 因为它指出了 它可能会有一个年轻人 但是不太多了 在这些地方在 Malaysia 我们必须接受这些 但我们需要很多帮助 我們決定寫給所有的朋友和家庭 告訴大家 我們在生命中的情況下 如何我們感覺到 我們真的在找人說 你認識別人 家庭的SMA 請給我們訪問 我們只是想幫忙 我們只是想通知 當時的最重要是 承認這件事 並告訴大家 面對這些缺乏治療手段的罕見疾病 Brandon比其他小孩 更需要家人的細心照顧和陪伴 Brandon無法和別人一樣行動自如 一些看似簡單的動作 對他來說都很有難度 儘管如此 一個完整的家 還有家人的呵護與關懷 是Brandon努力生活下去的最大動力 看著哥哥Jaden 對弟弟的那一份濃厚且真誠的疼愛 這一個充滿愛意的家庭 讓我覺得特別溫暖窩心 然而走在路上 他們一家偶爾也會遭受外人的異樣眼光 好, how do people react when they see him with... 我們其實很開放 對, the most common one is always like oh, poor thing 每逢週末的家庭日 每逢週末的家庭日 對他們來說更是意義非凡 因為一家人都必定會到附近的甜品店 讓Brandon和藝術家一起學習繪畫 所以, normally, he will use whatever material to draw the painting 對, yes, sometimes he use his fingers sometimes he use brushes like this and this sometimes he will request for the colour and sometimes I will ask him if... do you want some blue and he's like okay, okay, then we put it... if no, then he will be like no he will... he will like stay on what he wants, isn't he? he's now enjoying the sound also a bit of white white? do you want white colour? really? yes try or he will point at where he want the colour to be why I have to turn it around? because he said it cannot reach oh, okay, make it like focus on this yes 每次在作畫的時候 Brandon顯得特別專注 那一份認真的神情 可見他是多麼熱愛繪畫 這一幅幅看似隨意的油彩 卻有著不一樣的美感 彷彿給這小男孩的心靈世界 塗上了最美麗的彩色 每一次接觸不同的人群 讓Brandon認識了不一樣的文化 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 而每一道筆觸與每一副作品 都釋放出Brandon心中的表達 父母因而能夠更了解 孩子的內心世界 體會他的純真無瑕 他會用他的肩膀的肩膀的肩膀 我看了一个视频 然后我非常感激烈 一个小孩在车车的 他有 cerebral palsy 什么妈妈做 就是把柄在车车的车车 然后他们就跑过来 所以我做同样的事情 我把柄在车车的车车 Brandon坐在车车车 然后他告诉我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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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结果的结果 他可以看到它的質感 所以这就是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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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遇上有人想购买 Brandon的原作成品 夫妻俩都一律拒绝 因为他们认为 每幅都是孩子的心血 画的每一笔都是无价珍宝 对他们俩来说 Brandon的到来 为家庭增添了更多的快乐和惊喜 更是上天给予他们一家的恩赐 尽管这条成长之路在崎岖难行 但看到孩子天真无邪的笑脸时 不禁感受到他的世界 其实和我们一样 充满希望和美好 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罕见疾病 其实我一听到制作主跟我说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是 我说我很怕 因为我在外面还是平常生活都好 其实我一直觉得 这个族群是我很不敢去正视的 可是我接触之后 我觉得他们给的力量很多 不管是有疾病本身的病人 或是他的家人 像Brandon好了 他才四岁 所以其实他没有办法用言语跟你说太多 可是当你看到他的笑容 你就知道说 快乐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 然后每个人的生命都一样的有价值 我们不要去看他们不够的地方 应该去看他们在这么不足的生命里面 怎么样让这个生命充满力量 然后是充满光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